嘉宁帝赐下的宅子位于青云街 周围住着的尽是官宦世家 朝廷勋贵 与乐好八卦流言的百姓不同 任安乐一行搬进这个宅子后周遭的邻居 即是安静 无一家主动前来拜访 即便是将他们招入京城的礼部侍郎范文朝 也没来过 怨琴替任安乐换好入宫的袍服 转头见怨叔蹲在墙角掰手指 叹口气道 怨叔 马车准备好了 怨叔愁眉苦脸 显示没将心思放在即将入宫的大事上 只心心念念昨日送出去的十来香金银 一脸肉疼 怨琴 那些大臣收了咱们的银子 按咱们道上的规矩 这可是买路钱 结果他们连大门都没让咱进 这个亏吃大了 怨琴在怨叔头上一谈 满是嫌弃 难怪小姐说你没出息 这些东西是皇帝赏的 我们不过借花献佛 咱们出入京城 他们肯收东西已是不错了 皇帝带咱们小姐的态度不明 他们此时是不会和我们结交的 怨叔眨眼 把心疼甘疼的神情拾起来 朝门口一指低估道 这个大块头怎么安置 小姐把他留在近南 原本是想守着寨子的 守在门口的有黑青年约有丈高 这一身不一 面容憨厚 一双眼疾是黑沉精亮 身后背着一根铁棍 见怨叔朝他看来 当即憨憨一笑 露出一口白牙 怨琴白首 既然中书不放心 就让他守在这里好了 京城水深 有长青在也好 说话间 任安乐已从屏风后走出 一身藏青长袍 长发挽起 利落洒爽 显示在里面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任安乐一扶袖摆对着 闷闷不乐的怨叔吃笑道 怨叔 我掌管安乐债数年 你可曾见我吃过亏 怨叔摇头 无论是抢地盘 还是打劫商队 他家债主次次身先士卒 那家试恨部地包掉对方三层皮来 如今 他们光望地心不让我们进门 他日要入我任府 休想几箱金银了事 时间到了 入宫 长青守住门户 任安乐说完 大踏一步 朝任府外走去 怨叔得了任安乐的保证 掩一弯拉着怨琴 跟在任安乐屁股后头 奔得极是欢快 马车行过安静的青云街 朝宫中慢悠悠晃去 时进正午 上书阁 嘉宁帝端坐上手 瞧着下面对着眼的两位丞相 颇为头疼 右向未见是两朝元老 乃名镇大静的大儒 清流一派多为其坐下弟子 逃离满天下 先帝在时 亦对他极为倚重 如今贵为太子之师 左相将于十几年前 只是中王府一届幕僚 嘉宁帝即位后 他飞黄腾达 一步步达至大靖朝堂首位 十年前帝家覆灭后 深得帝心 如今的大靖朝堂两人精卫分明 互为制衡 是嘉宁帝乐见的局面 只是近日人安乐入京 两派各执一词 小打小闹逐渐上升为左右相之间的党派之争 嘉宁帝被闹得头疼 今日接见任安乐 便把两尊大佛一起捎带上 魏相 任安乐一介女子 又来自偏远之地 粗蛮鲁莽 岂可和我被一般登堂入朝 再言副将位虽不高 却也能执掌几万军马 将来他以朝降之功请赴边疆 安乐寨以往劣迹斑斑 他日若得了军心 必成我大敬心腹之患 不如另此一须执 在京城供养着便是 左相将于官腔打得有板有眼 只是若非赐予任安乐的副将之位 原本是要给他将是族人的话 这话会更有利一些 将向此言差矣 任安乐既已招降 必会忠于大敬 陛下当初已赐下官位 若现今食言 不让其入朝 天子微信何在 何况任安乐乃有名的将才 他日未必 不能承我大敬住时 右相未见花白的胡子一抖一抖 声若红中 听着声音 明显是高受养 右相言重了 区区女子 谈何住时 既是区区女子 左相又何必威严耸听 他乃叛贼 猎根难断 匹性难掉 给我大敬送来三万水师 怎可再称其为叛贼 尚书格的声音着实不小 被内侍领进回廊的任安乐眉一条 嘴角便带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行了 嘉宁地众壳一声 宋木望向下手 两相素来德高望重 唯一详将争论不休 成何体统 两人对视一眼 停止了争吵 帝王的面子大于天 他们再大胆 也不敢给皇帝甩脸色 未见端着茶杯 见对面坐着的江鱼投过来的目光 云淡风轻 几十年 嫌隙顿生心底 他到底比不上江鱼扇弄全数 这些年吃得暗亏不少 岁位老丞相眼珠子一转 朝上手工声道 陛下 江鱼暗哼一声 这个老顽固还在妄想 他难道能把任安乐 吹成朵花不成 呃 左相倒是忘了 十八的姑娘一枝花 撇去身份和各种传言不说 任安乐本人倒是极符合这个标准的 右相有何话想说 当初任安乐招降时求的是东宫太子飞位 如今若是任改其职位 以他的脾性 若是在朝堂上重提此事 如何是好 左相神色一顿 低下头暗骂 这块毛坑里的老石头 为了和他作对 居然将这件事提到陛下面前来 真是胆子比天大 果不其然 听见此话 嘉宁帝眼微眯 看着右相的神色不明 太子飞位关系重大 岂可轻易定下 任安乐待会便道 两相不如见过他在意如何安置 正在此时 堂外传来觐见之声 陛下 任将军求见 嘉宁帝刚欲宣见 凌乱的脚步声响起 外面的侍卫见奔来之人 是慈安殿大总管张福 一时不敢拦任他跪在了外面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奸细的声音回响在上书阁内外 看到此景 任安乐挑眉 脚一顿立在了原地 嘉宁帝眉一沉 怒喝 给朕滚进来 好好说 张福连滚带爬跑进来 平时巨傲的脸上满是惶恐 陛下 太后晕倒了 奴才照了御医入宫 东一声响 嘉宁帝神色骤变 手中的慈悲敲在暗桌上 狗奴才 怎么不早点说 说完 力然起身朝外走 行了几步 既起任安乐还厚在书阁外面 匆匆朝慌忙起身的两相吩咐 朕去看看太后 任安乐既然来了 你们便替朕见见 其他事容后在意 是 陛下 两人看着嘉宁帝消失的方向 速声达到 对视一眼 重新坐到椅子上 魏剑暗叹一声 太后年事已高 近年常有晕厥 陛下即孝顺太后 任安乐来得不是时候 若是入了陛下的眼 左相所谋必不会顺利 任安乐立于上书阁外的回廊上 听得里面惶恐的禀告和嘉宁帝的吩咐 抬手指来得及看到一道匆匆消失的明皇身影 他神情静默 一旁的内侍走进请他入上书阁 他输了口气 松开不知何时微握的双手 嘴角勤笑 朝大进王朝权力最集中的枢纽缓缓走去 平稳的脚步声临近 上书阁里端坐的两位老大人眼皮一跳 不约儿童抬手 这一望 和起来逾百岁的两人皆是一声按赞 即便是脸色不悦的左相端着茶的手 亦是一顿 该怎么说 此女气度平生紧见 端正大气 若非眉间一抹脾气 恐怕还真担得起大靖储君的青睐 雄距近南的安乐寨主果然不凡 难怪敢求取大靖太子 若他真心驻太子 东宫之位只怕会更加稳固 又像乃太子之师 看任安乐的眼神越发柔和 左相面色微明 端在手上的茶杯放在暗桌上 发出轻烈之声 任安乐见过两位相爷 任安乐抱拳行礼 完全武将作风 两人咳嗽一声 皆有些不自然 朝廷几十年没有女子入朝为官 此时受任安乐的礼道有些别扭 但两人皆非常人 是以极快调整好心态 朝任安乐看去 任将军无需多礼 请坐 未见一摸胡子 笑道 老夫久闻任将军名贯进南 今日得见之传闻虚矣 实乃闻名不如见面 将军是一颗蒙尘珠啊 如今归我大敬 陛下之人善任 必让将军威名更胜往昔 听见右相过于夸大的赞赏 左相眉毛一抖 暗吃一声 他敢摸着良心指天对地 见到任安乐之前 这个老头子 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不过 任安乐 确实让人意外 右相过讲 任安乐一介粗人 担不起老丞相夸赞 只是年岁渐大 近南弹丸之地南密夫婿 听闻北途有才俊 故才前来一探 任安乐眼微眯 露出爽朗的笑意 两位丞相被任安乐 过于直败露骨的话 弄得一愣 静默片刻 又向朗声大笑 将军倒是个爽直的性子 日后有空 不如到老夫府上坐坐 这一笑 眼底倒有几分真的欣赏 见两人相谈甚欢 大有相见恨婉之意 左相众虫咳嗽一声 朝任安乐道 任将军 老夫有几句话 还望将军能听一听 他们两人乃当朝宰府 本不必和任安乐如此说话 但嘉宁帝显然对任安乐甚为在意 更何况收入碎南大营的三万水师 一日未被洛川收服 他们便一日不可将任安乐 当成寻常朝臣一般对待 哦 左相请直言 任安乐淡笑 朝一脸和气的左相看去 如今 边疆无战事 将军任副将之职 实乃大才小用 京城贵勋侯门众多 才得兼备的贵女 更是不少 将军 到底年华正好 不如另寻一书坦职位 多和世家女子来往 以将军才情 想必不过多久 便能名满京城 届时老夫作媒 为将军秘义加戌 也可解将军之汉 不愧是权弄天下的大静 仔斧江鱼 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 尽显长辈慈爱 仔斧为媒 世家子弟为婿 大静任何一位女子 听到此话 恐怕都会感激涕零 只可惜 她是任安乐 将向此话合一 任安乐脸色微沉 目光灼灼地看向左相江鱼 凌厉的君武之气 扑面而来 舒尔一边的气势模糊间 竟与两位纵横大静朝堂 数十年的仔斧不相上下 又像眼一垂 嘴角有了笑意 端着茶一小口 一小口品起来 左相威正 任安乐的反应和他所想 实在大相径庭 还未来得及反应 任安乐已满是怒意的开口 安乐早已有言 归降大静求的是东宫太子飞魏 即便陛下不允 安乐也从未想过令驾他人 左相欲为安乐 宠密夫婿 是觉得安乐乃见一丝千之人 还是认为大静王朝 有比太子殿下更适合的夫婿 大唐一片静默 未见垂着头 不去看义正词严的任安乐 极艰难地把一口茶 吞下肚子 才抑制住仰天长笑的冲动 他敢断言 即便是君临天下的嘉宁帝 也没有让江鱼如此丢脸过 无论如何回答 江鱼都无法自圆其说 若是比一任安乐品性 作为一招宰府便失了气度 至于任安乐问的第二句 往生了说 亦可算得诛心之言 只一句话 就让善变的江相爷 哑口无言 仁义的假面具 被毫不留情地撕开 不管有意无意 任安乐此人 志勇兼备 大善 左相面色冷沉 他毅历朝堂数十载 还从未有人敢对他说出 这般质问之言 好一个任安乐 他凝视任安乐半赏 微眯眼沉声道 任将军严重了 老夫不过好心 为弄清 将军心意才有此误会 实在不该 既是误会 解开了便好 安乐相也忠人 刚才得罪相爷了 左相抿着嘴 笑里藏刀 任安乐意不黄多让 刀光剑影了无声息 不过 将相有一言倒是不错 如今无战事 安乐占着副将之职 确实浪费 听得此言 左相低沉的面色 总算有些许和缓 在他看来 任安乐 这是在为刚才之事求和 又像梅威昼 不赞同地 看向任安乐 任安乐本就是将才 若是在京都任贤职 迟早会被磨灭斗志 任将军的意思是 安乐自小 在安乐寨长大 沾染了一身匪气 想学学大静朝臣的处世之法 大理寺管帝都市 不如将安乐 调入大理寺人少卿一职 左相看可好 任安乐笑道 神色诚恳 左相着实有些意外 大静立国不过几十载 不少元勋世家久居京城 两代帝王师重恩 贵族子弟在京城横行是常事 大理寺掌管帝都之事 虽有些权限 却是个不讨好的衙门 大理寺卿陪詹若非处世原华 左右逢迎 也不会安然至今 更何况 少卿只是大理寺卿的副职 位分只是四品 怎么看任安乐的性子 都不像能长居陪詹之下 不过如此也好 任安乐若是入了大理寺 迟早会惹出祸事来 左相思量之间已做了决定 任将军既然自愿入大理寺 老夫必会为将军在陛下面前禁言 任安乐含笑朝左相道谢 既然商讨有了决定 三人寒暄几句便出了上书格 左相行在前 脸上神色不明 又相故意落后几步 见任安乐神态自然 低声劝导 任将军 老夫官你并非人云亦云的性子 何必为了见官之言舌了羽翼 埋没在京城 梁将自当入沙场 即便马格果师 也是命定的归宿 任职大理寺 着实可惜 未见性子耿直古板 却是真的爱财 任安乐停下脚步 朝满脸 坦然的老丞相看去 笑了起来 眼中熠熠生辉 黑尘的铜色透彻分明 魏像 你既相信 安乐能在江场展翅 为何不信我亦能 在朝堂翱翔 天下间 男子可为之事 女子同样可以 魏剑正在原地 看着面前的女子 半赏漠然 任安乐淡笑 朝魏剑行了一礼 慢行而去 洒脱的身影 在逆光下 映射出模糊的熟悉感 这般肆意的性子 和一往无前的豪情 自十六年前太祖崩世 帝家家主帝 盛天消失后 便再也不曾见过 或许从见到任安乐 开始便为把他 当成寻常女子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任安乐走过御花园 见怨书和怨琴 守在园子门口 便领着他们朝宫外行去 三人无论衣着做派 都和寻常女子大相径庭 不一会儿 电影的数位公额 议论偷看 御花园假山梁亭内 一划群少女闻的声响 垂眼朝下看去 只来得及看见一道 吉林丽洒脱的背影 好奇道 碧玲 何人入宫了 守在一旁的 宫女替少女端上茶点 宫主 听说是那个边疆女寨主任 安乐入宫了 闲座良庭的少女 是如今最得宠的公主 她与九皇子一母同胞 受尽地宠 兼左相是其外祖 一向眼高于顶 哦 那她肯定见过父皇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居然敢说 要嫁给太子哥哥 少女笑颜 眼底据是细血轻慢之意 碧玲附和几句 顺着韶华之言 逗得她喜笑颜开 或不上书之女杜亭芳和韶华公主私交甚堵 轻慕太子之事 人尽皆知 公主自然不会喜欢妄言求取太子殿下的任安乐 临近傍晚 上书阁 从慈安殿赶回的嘉宁帝 看到一直等候的左相 神情颇为意外 陛下 太后可安好 左相公声问 神色担忧 无事了 太后只是中了暑气 嘉宁帝白手 左相留到此时 可是和右相商量出了任安乐的安置之法 左相点头 陛下 任安乐自请入大理寺人少卿一职 臣和右相都觉得很是妥当 哦 大理寺少卿 嘉宁帝淡淡朝左相一瞥 既然是他自请的 便依他所奏 左相轻书一口气 他厚到此时 便是为了让这件事成定局 免得任安乐后悔 左相 进南之地对任安乐传言颇多 以你今日所见 任安乐此人 如何 嘉宁帝问得漫不惊心 黑尘的眼却带着几分玩味 尚书阁发生的事早已一字不落传进他耳里 他倒是从未想过 区区一个十八岁的边疆女子 也能逼得他的丞相无话可应 左相半赏无言 在嘉宁帝满是兴慰的神色里 突然记起那女子满是煞气的凌厉眼神 只攻身轻轻答了一句 即是笃定认真 陛下 任安乐 绝不能为我大敬之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 转 转发 订阅 转发